我舔了沈一眠十年,他一个电话,就能让我在楼下守着他和别的男人一整夜,这十年,即使我被旁人笑话是沈一眠的狗,我都毫不在乎,为了他的一句,想进娱乐圈,我不惜一掷千金,为他打通道路,本以为总有一天,他能看见我的付出和陪伴,可到头来,我只换回了一句,我只把你当哥哥。 我决定放手那天,当年的笑话来到我面前,男二当够了,这一回,来做男主角吧,凌晨三点,我接到了沈一眠的电话,手机那头传来他娇嫩欲滴的声音。 云州哥哥,楼下,好像蹲了狗仔,我害怕,你快来陪陪我,沈一眠是我一手用钱砸出来的三线小明星,最近我刚准备入资一部新剧,想把他,往一线捧,新剧的宣传火热,正是狗仔猖狂的时候,我看了一眼窗外,寒冬腊月天,楼下的树被挂得呼呼响, 沈一眠察觉到我的犹豫,在那边耍起了脾气,与其娇嗔,又带着一丝怒意,寄云州,你说你喜欢我,这点要求也要考虑,现在看来,我也不过是你们父家公子哥的消遣而已,我连忙否认,起身迅速穿起衣服出门。 没有没有,绵绵你别生气,我马上到。 沈一眠口中的消遣,是我生命中里的十年时光,从高中入学,见到沈一眠的第一眼开始,我脑子里仿佛出现了一个难以抗拒的声,因,追求他,那时的沈一眠家境贫穷,身上穿的还是初中校服,在一群富家小姐的精致穿着中,显得十分突兀, 偏偏就是沈一眠娇柔又质色的样貌吸引到了我,我二话不说,给他订了高中三年全部的校服,又包了沈一眠所有的学费开支,对沈一眠展开了热烈的追求,沈一眠一边骂。 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吗?一边照单全收,沈一眠衣服重复穿过三次,我送新的,沈一眠生病了,我送进自家医院,守了三天三夜没合眼, 沈一眠家里离得远,我直接在学校附近给他买了套房子,沈一眠成绩跟不上我,我砸钱让他跟我上了同一所大学,沈一眠想进娱乐圈,我就投资找导演,可惜他的长相在娱乐圈并不一名惊人, 我砸了八部戏,才把他捧成了如今的三线,我一路急迟,等到了沈一眠家楼下时,他又突然改了注意,云州哥哥,你就在楼下守着我好不好? 要是被狗仔拍到我们孤男寡女共处一室,我的事业就全毁了,我温生道好,挂了电话后,拢了拢衣服,在车里睡了,一通电话,就让我在楼下守了一夜, 十年来,我对沈一眠永远都言听计从,没想到,次日,沈一眠还是上了热搜,话题正是他最担心的孤男寡女共处一室,照片里的男人,话成灰我都认得,物质的付出,对我来说是微不足道的, 唯一让我介意的是谢以安的存在,人人都说沈一眠是季家小少爷的心头肉,而沈一眠心底却藏着谢以安这样一个白月光少年。 谢以安是大学时的学生会会长,他为人圆滑,又会点乐器,长得眉目清秀,他第一次出现在沈一眠的口中,就是在跟我做对比,谢以安开学典礼,弹的那首晴天太好听了。 你喜欢听吉他,我请乐队弹给你听,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,只会花钱,这叫浪漫,你懂什么? 我确实不懂,人们总说,钱能解决世界上99%的事情,但对我来说是百分之百,因为我不差钱,所以热搜出现的第一时间,我就打了笔钱给公关团队处理这件事。 照片里,谢以安从背后搂着沈一眠,在落地窗欣赏夜景,抬头间,我就看见沈一眠挽着谢以安的胳膊走了出来,他们一脸欢笑,俨然一对热恋中的小情侣,娱乐圈的水花压下去了,校友群又开始作妖,天呐,今天早上的热搜,你们都看到了吗?沈一眠和技驾小少爷修成正果了。 我,我,门技小少爷,十年抱得美人归,恭喜恭喜啊。 此话一出,底下迅速借了近百条恭喜,顺势讨要红包,直到其中一个默默出生,我今天早上也看到了,还保存了,不过你们再看看。 我怎么觉得这个男的更像谢学长啊,照片一出,唏嘘一片,不会吧,沈一眠贫贱不移,不为五斗米折腰啊,可是他进娱乐圈不是技小少爷砸的钱吗? 不然凭他的演技,怎么在娱乐圈混下去啊,谢一安不是说自己在备战考研吗?怎么考到女明星家里去了?谁知道呢,只可惜纪小少爷一片痴情,谢一安才不像纪云州那样考家人呢,人家是才子,考上研是迟早的事,群里聊得火热。 最后是主人公之一出面,为这场八卦收了尾,谢一安发了一张两人在高档餐厅吃早餐的照片并复言。 我与绵绵情投意合,坦坦荡荡,不愿与俗人有牵扯,还望君子宽宏,祝福我们,谢一安就是这样,一股温舟舟的酸臭气,我看了眼照片里的地址,开车静止去了两人所在的高档餐厅, 沈一眠单手撑着脸,烟红唇瓣轻咬着对面未来的草莓,眼底满含崇敬和爱意,我平住呼吸,闭上眼睛,只能感受到血液不断上冲,说不生气是假的,这样的眼神,十年来,我从没看到过,谢一安背对于我,讥笑的声音回荡在高档餐厅里,没想到,你真能一个电话把他叫来,哈哈哈哈。 你看他昨晚在楼下的样子,好像一条看门狗,没想到,季小少爷也有给我看门的一天,要我说,你应该把他叫到家门口来,对面的少女被他逗得花枝乱颤,等看到我时, 沈一眠笑容一将,局促地站起身来,桌上的餐具被撞出声,引得旁人侧目,杯子也碎在了地上,十年物质的滋润,让沈一眠早就脱离了吐气,他抿了抿嘴唇,迅速调整状态,镇定了下来。 云州,你怎么来了?显然,他还没看到校友群的消息,谢以安见我来了,坦然自若衷,甚至掺杂着一丝被人打扰的不悦。 小少爷,为人也不能嚣张到连别人的女朋友也要抢吧,言语间,他已经把沈一眠拉到了身边,食指紧扣,我静静地望着沈一眠,压抑着怒气,绵绵,我要听你的回答,他已在谢以安身边,两头为难地红了眼眶,谢以安有些着急地催促他,你快说啊。 沈一眠才止住眼泪,小心翼翼地说出了那句,云州,这么多年来,我一直把你当哥哥。 他话音刚落,我脸色瞬间阴沉,谢以安嘴角勾起弧度,哼笑出声,听见了吗?纪小少爷。 听见了,两只耳朵都听见了,我伸手叫来服务员,沈小姐跟男友家会,想必今后都不用我买单了,把我给他办的卡都停了吧。 沈一眠听完一秒收回了眼泪,伸手就要阻拦,谢以安紧紧雇住他的手腕,不就是一顿饭钱吗? 我付得起,让他赶紧走。 我转身头也不回地出了餐厅,的确付得起,一顿早餐不过是谢以安的一个月工资罢了,只不过加上那个碎掉的杯子就不一定了。 沈一眠再来找我时,我发现自己还是高估了谢以安的消费实力。 我前脚刚走,校友群再次热络起来,点开手机,餐厅的视频映入眼帘,掐头去尾,只剩沈一眠的那句,我只把你当哥哥的话。 俩然一副,我是抢夺别人女友的丧家犬的模样,碍于我在学校出手阔绰,以及家庭背景,底下并没有多少人附和他,只有少数的几句祝贺两人修成正果。 聊聊几句的祝贺,让谢以安膨胀心大涨,胜利者一般肆意地说着两人一年前就开始的恋爱,好像这样就能把我身为男人最后的尊严击垮,我对这样的闹剧有些不胜其烦,在群里回了句。 送你了,说完这句后,群里再次陷入一片死寂,几分钟后,我收到了一条好有申请,是当年学校的校花林木青的,你,意识到自己是男二了,开车回去的路上。 我比自己想象中的要冷静,按理来说,我应该猝一大发,与谢以安大打一架,向沈一眠证明,我才是更能依靠的那个男人,可是十年光阴,沈一眠真的看不出我的价值吗? 恰恰是他在意我的价值,所以利用我当垫脚石,去购他的白月光少年,这些年,一直都是我自顾自地给沈一眠塞东西,到后来,就是他开口要什么,我就给什么。 那双我迟迟舍不得牵的手,最后被谢以安握在手里时,我反而有些松弃,仿佛他们才应该是天生注定的一对,我思索着林木青的话,一路回家。 看见了蹲在我家门口的沈一眠,他本就生得娇小,缩在我家楼下,委屈的眼神纯良,又掺着一丝祈求。 大学时,我亲眼目睹了他跟谢以安表白,准备退场祝福两人,半个小时后,沈一眠表白失败的消息,就传到了我耳朵里。 当晚,他就是带着这样的眼神堵在我家门口,云州,我很需要你。 你一直陪着我好不好?如今沈一眠在医美的加持下长得更惹人怜爱了,我却心生了一股莫名的排斥。 静,直辍出话题,谢以安抚不起你们的约会前,沈一眠眼神躲闪。 丝毫不提及校友群的事,开始为他找借口,他毕业后前都给他妈妈交医疗费了,餐费我已经给了,只是那个杯子。 我想起餐厅里谢以安盛气凌人的样子,觉得十分可笑,那是他的事,付不起,吸几个月盘子就可以了。 也许是这么多年,从未遭到过我的拒绝,察觉到我的漠然后,沈一眠也莫名升起气来。 他站起身单手插腰,脸色胀红,忍不住拔高了音量。 纪云舟,我真是看错你了,杯子的钱我已经用包底了,不需要你来帮。 是李岛让我来找你,新剧已经在筹备了,今晚叫我们一起吃顿饭。 什么吃饭,不就是要确保我的资金到位吗? 两条狗还会对我咬尾巴呢?看着眼前大呼小叫的沈一眠,我对自己脑海里冒出来的想法有些吃惊,手又下意识安抚着沈一眠说道,好,今晚我会去的,沈一眠得到我的回复,心满意足地停下。 他知道我最吃这套委屈撒泼,又带点逞强的套路,小嘴一决说着,云舟哥哥要是不来,我自己也可以的,眼底, 是按捺不住的快意,我有些烦闷。 催促他快去补妆后,就静止回了家,刚才言行不一的自己让我诧异,曾经沈一眠的眼泪每一滴都能精准地砸进我的心里。 而今天,我只能注意到他眼角卡粉,怎么看都觉得带着光芒的沈一眠,在那一刻消失待见,我给林木卿发了消息,方便见面谈谈嘛。 距离上一次跟林木卿见面已经是八年前,我只隐约记得他在高中时是小花,如果不是好友申请来自同一个校友圈,我至今都察觉不到林木卿跟我上的是同一所大学,林木卿出落的确实好看。 进包厢的一路上,引得不少人侧目注视,连服务员都忍不住更轻声细语了些,但我现在更在意他说的那句留言,林木卿开门见山,解开了我的疑惑。 据他所说,他是在大学时发现自己会在冥冥之中被指使着做一些事情,我对这种玄学的说法提起了兴趣,比如说,比如说,我明明不喜欢谢以安。 但还是跟他谈恋爱了,比如,我的注意力总是被另一个人吸引,却总是被迫回到谢以安的身上,说到这这里,林木卿的脸上燃起一丝飞红,我恍然大悟。 你就是他挂在嘴边的那个笑话前女友,林木卿眼底闪过一丝嫌弃,是,这四年,我不止一次想过要跟谢以安提分手,可这个想法每次都莫名地被自己搪塞回去。 我说这些,你信吗?见我沉默没有回应,他有些着急,你好好想想,你真的有那么喜欢沈一棉吗? 没有,我的脑海立刻给出了回答,随后又是一股莫名的指令,似乎在告诉我这是错误的答案。 我问林木卿,你是怎么摆脱掉这种想法的,林木卿眼带劫后余生的笑意? 目光坚定,谢以安带我回家了,我听完了大概,开口邀请道,林小姐,今晚有场好戏,你愿意陪我一起看看吗? 在哪?就在这个餐厅,晚上七点,沈一棉穿着一身粉色裙子来到了餐厅,见到坐在我旁边的林木卿。 他愣了一下,没了之前的矜持模样,直接在我右侧坐下,挽住了我的手臂,云舟哥哥,我知道你生气,今天是为我的事业谈生意,我们不要一起用事,好嘛,沈一棉依旧没变,只是他没有察觉到,我的心态在悄无声息地发生变化。 我抽开手,维持笑意没有回答,等到离岛落座,沈一棉伸手叫来包厢服务员,谢以安穿着标志的白衬衫打着领带,还难得地铺了层粉,显然是有备而来,沈一棉抛来一个无辜的眼神。 云舟哥哥,以安在这工作有段时间了,怎么这要巧,巧不巧的,只有沈一棉知道,一个月前,他就各种暗示,明是想自己推举新人男一号,那时我以为沈一棉挖掘到了什么人才。 结果,这是要我出钱给他们俩拍爱情故事呢,谢以安见到我和林木青有些心虚,又讨好地递了张名片给李岛。 至此,人员到齐,我免了口碑中红酒,好戏开场,推杯换盏钟,原本对我爱答不理的谢以安,看见近四十岁的李岛几番,给我敬酒,也不得不低下头来讨好我。 他低声下气,给我倒酒家菜后,李岛在他的自荐中开始回问,哪个大学毕业的,有什么特长吗? 谢以安甲笑了一碗的脸,终于露出一丝发自内心的光芒,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简历,李岛,这是我的简历,您看看,我会乐器。 李岛接过简历,盖在桌上,清了清嗓子,什么乐器,表演出来我看看。 谢以安立刻应声,狗腿子似的,准备往外跑,意识到我和林木卿的目光,他又挺了,挺腰板,朝外走去,出门前,他眼神示意沈一眠一起出去一趟,几分钟后,林木卿将包厢的门打开,门外果然传来了吵闹声,你为什么不告诉我,投资人就是纪云州,你是不是存心看我出丑? 谢以安质问的理所当然,沈一眠声音中带着细微的哭腔,我早就跟你说过,不要让纪云州发现我们的关系,是你自己在校友圈挑衅他,如果不是补妆的时候,有人截图给我看。 我还不知道这回事呢,要是只有早上那件事,我还能狡辩一下,现在他全知道了,今天这顿饭局你必须忍,不然我们都完蛋。 也是,沈一眠自从半只脚踏进娱乐圈,就把所有的校友群都退了,美名其日,不是一个圈子的不要强容,他的哭腔顿住,带着浓浓的怒气。 还有,你那个前女友为什么在这?她是不是对你死缠烂打,一路追了过来?提起林木青,谢以安的声音小了很多,我怎么知道她对我还余情未了?这次离岛看上我就算了。 是要是没成,我就回去跟她复合。 我妈在医院等着用钱,我出去请朋友吃饭,拓宽人脉,到处都是用钱的地方,你给不了我,林木青可以给。 两人狗咬狗,林木青倚靠在座位上,右手提着高脚杯,碰上我的酒杯,玻璃发出清脆的声音,她满脸尽是无奈。 我也不知道,自己居然是这种死缠烂打的女人,这样的破烂,我可不想解。 李岛昏迹久局,现在的局势她了然于心,等到谢以安带着把吉他一曲弹壁后,李岛率先开始了输出,音不准。 不专业,你这样的特长,就骗骗无脑的小姑娘,进娱乐圈,有点痴心妄想,沈一眠想辩解些什么,又缩回了头,见谢以安有些沉不住气,李岛又给了一颗甜枣。 不过你长得还行,这样吧,再给你个机会,展示一下你的演技,提起这个。 沈一眠来了近,李岛,演什么,我来跟他搭戏。 李岛摆摆手让他坐下,对于谢以安说,你学个唱戏的男人,谢以安端起了五音不全的戏腔,开始咿呀呀,还行,你再学个奸诈小人。 谢以安第一反应扮起了汉奸,一口一个太君叫着,李岛捧腹大笑,拍手道,好好好,这样,你再学个狗叫,话语一出,谢以安讨好的笑容将注,他犹豫的环顾四周,桌边坐着他的县女友,前女友,还有我这个死对头,沈一眠急的敲盘子,小声嘀咕,快呀。 由于什么呢?李岛正高兴呢?李岛顺势推脱,当演员,最重要的是放下羞耻心,如果这也要顾及,那还是算了谢以安憋红了脸,一介七尺男人,喘得干净利落,最后还是匍匐在了地上,双膝跪地,仗红了脸,喉间低吼出了那声,汪。 在李岛的掌声中,这声狗叫越来越大声,整整持续了三五分钟,表演结束后,谢以安从地上爬起来,双手握在身前鞠躬,脸上挤出一丝谄媚的笑,李岛您看,李岛没有回应他,而是起身与我道别,只留下一句。 最后的决定权,还是在小记总手里,毕竟这部剧,是他入资的,谢以安双手握拳,还没来得及发作,林木青举起手机率先开口,我已经把刚刚的视频拍下来,发到校友群了,让大学的朋友们,见识一下我们谢大,学长的演技,也让谢学长,常常被人嚼舌根的滋味。 谢谢小记总邀请,我看这场戏,林木青拎起包准备走人,又折到回来,对立脸色发青的沈一棉说道,被分手的人是他,死缠烂打的人也是他,你当把谢以安当个宝,但他在我这就。 是垃圾,撒,实在是撒,我以为笑话都是柔弱的风格,林木青这一番操作下来,让我笑出了声,他出门后,谢以安终于忍不住发飙,就要先捉,我坐在位置上,想看看他还能弄出什么幺蛾子来,只听啪的一声,谢以安的脸上多出了一个巴掌印,沈一棉抓着桌布咬牙切齿,别发疯了。 这一年,我为你卖的包还少吗?我说沈一棉的包怎么买一个换一个,还以为他是喜新厌旧丢了呢?既然这样,今天这饭局是为你们做的,这顿我就不请了。 林木青又约我出门,自从上次笑有群诈了,我们隔了一周没有联系,如果不是,李导带着新项目过来找我,我还没有察觉到沈一棉这个三线女明星的名字,在娱乐圈销声匿迹。 林木青这次约我,是商务会议,他的爸爸跟我家有生意往来,我们之前就有着共同的社交圈,晚上出发前,林木青发来一张照片,他身穿一鞋红色长裙,贴合着身材勾勒出完美弧度,恰到好处的漏肤感娇艳又不适端庄。 见面时,林木青踩着高跟鞋越过人群,走过来,见到我胸前一颗红玫瑰胸针。 文尔一笑,小季总品位真好,过奖了,林小姐,我接过她的手,在人群中跳起交际舞,林木青赴在我的耳畔笑道,你不好奇沈一棉这一周都去干什么了吗?我挑眉,本来不在意的。 你这么一说,我可以听听,林木青带着我去了露台,风吹过她的发丝,林木青被称为笑话不是没有道理的。 她青春中透着一股俏皮妩媚的美,一举一动都让人夺不开眼眸,林木青慵懒地靠着,娓娓道来。 我前两天接到了谢以安妈妈的电话,她说谢以安现在带回去的女朋友不如我。 只要我愿意给她儿子买房买车,她愿意再接纳我回去,我满头疑问,林木青继续说,我跟你说过,我第一次有了摆脱命运的想法,就是谢以安带我回家。 她的妈妈躺在病床上,居然指使我一个从小有三个保姆的大小姐给她端食尿盆子,谢以安还说,这是笑道,真是笑她妈呢,又不是我妈。 我不禁笑出声,继续问道,那跟沈一眠有什么关系,听谢以安说,沈一眠被娱乐圈封杀后没了工作,准备把你送的那套房卖掉,你要拿回来吗? 估计等不到我拿回来的那天了,林木青疑惑地看着我,今天晚上宴会,沈一眠打了十几个未接电话,在我拿起手机时,她的电话恰好又打了过来。 我接通后开了免提,手机那边没意识到电话会突然接通,还在那头怒骂道,你不是说这些钱花出去,我一定能禁足吗?谢以安,我唯一一套房子都卖了。 手机那头传来谢以安和铁盆砸地的声音,我怎么知道那人是个骗子,是你先哄着我去见什么领导,让我不要考研,还害我在全校面前出进阳相,当初是谁追在我身后说愿意为我付出一切的。 现在又想起纪云州的好了,有本事你就去把纪云州调回来,没本事,就赶紧把我妈的尿盆洗了。 对面的人这时才察觉到电话已经被接通,慌忙地捂着手机跑了出去,紧接着就是沈一眠的一阵熟悉的哭声,之前觉得楚楚可怜,现在听起来刺耳如鸡叫,云州哥哥谢以安就是个混蛋。 他哄天,我跟他在一起,沈一眠适当地哽咽了几声,云州哥哥,我很需要你,电话那头投入演出,电话这边的林木青笑颜如花,我之前听朋友说沈一眠的演技拙劣不堪。 今天见识到了,果然名不虚传,沈一眠听见女声的那一刻,哭声就停住了,他刺耳的谩骂不断响起,林木青,怎么是你? 云州哥哥呢?我就知道是你勾搭上了他,你这个贱人,你什么都有了,为什么?还要跟我抢,抢,我摇晃着杯里的酒,在沈一眠的世界里,我寄云州永远只有等的份,等他开心,等他毕业,等他认可我。 我为什么要他认可,我有钱有权利,随手掉下的几个硬币,就可以让谢一安给我磕十个头,沈一眠的滤镜早就消散。 如果说,之前我只当他成了陌生人,现在在谩骂声中,我对这个女人的厌恶达到了极致,我接过手机,沈一眠,你需要我什么呢? 我的话犹如一根救命稻草,出现在沈一眠的世界,他加起声音,云州哥哥,呜呜,你给我租的房子,我没钱续租了,还有,我想禁足,你把,离岛叫出来,我们再谈谈新剧本。 我的包,我的包,我的包全都卖掉了,我见导演肯定不能穿得随随便便,还有,我的美容卡也被停了,我越听越心寒,出声嘲讽,我还以为沈小姐觉得钱是俗物呢,怎么这会儿句句离不开钱了? 我现在还记得,大学毕业那年,我手上接触的项目正多,不管是出过留学,还是在国内学习发展,我都对沈一眠表示全力支持,可他坐在我的跑车,副驾驶上,指着手机里的视频跟我说,我想进娱乐圈。 他说自己不为金钱只为梦想,即使没有我的支持,也会勇闯娱乐圈,那时的我笑他,单纯不知道娱乐圈的谁有多深,现在看来,为他排除骚扰的是我,为他买水军的是我,为他花钱包装的是我,我听从林木青口中所谓的指令,当了十年的大冤种。 只恨幡然醒悟有些迟,见我沉默不说话,沈一眠退而求其次,要不,云州哥哥先给我打二十万也行,林木青正要骂出声,我制止住他,看在你把我当哥哥的份上,我就给我的妹夫介绍一份工作吧,发了推荐的名片后,我就把沈一眠删除拉黑,让他彻底消失在了我的世界里,林木青挽着我走进宴会, 我爸爸正在和林伯伯侃侃而谈,我这女儿,之前不知道怎么鬼迷心窍,跟一个没担当的小白脸谈起了恋爱,好,在现在摆脱了,才让我省心一点呢。 哎,我家这小子也是,只不过最近很少听他提起那个女孩。 上次他妈妈问起,他还说晦气,说起来,小时候还差点给他俩订了娃娃亲,到时候林兄可要多给我们家这小子一点机会啊。 两人聊得起见,林木青离我的距离又近了几分,临走前,林木青摘走了我胸前的玫瑰胸针,他微微抬头,只对视了一眼,脸就红到了耳根。 沈一眠,沈一眠试图在公司门口闹过几回,不过都被保安嫁去了派出所。 五个月后,沈一眠为爱付出,守在医院里照顾谢妈妈,被粉丝认出。 消失已久的三线女明星,最后一次蹭了一波热搜,竟然是因为伺候不当。 与未来婆婆在医院大打出手,互相砸屎,林木青挽着我的手,从餐厅走出, 经过一间私人包厢时,在里面听见了耳熟的狗叫声,顺着门缝看去, 谢以安穿白衬衫,领带散开,坐在一群五十多岁打扮精致的女人堆里,咬着苹果穴,狗叫。 看来她欣然接受了我推荐的高薪工作,并且很快地适应了。 林木青叫人送了一盆钢丝球,绑成花束模样送了进去。 我不明所以,林木青俏皮地吐着舌头,钢丝球的花雨是隐忍和富贵, 祝她好运。 几分钟后,包厢里传来了痛彻心扉的惨叫声。 真好,这才是他们原本就应得的生活。 。 Comics